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2月7号 周一晚上的7点55分 今天的市场 个股差不多是一半上涨一半下跌 标普和纳指受到Facebook大跌5%的拖累 咱们稍后再来讲这个个股的问题 那么总体上 今天市场的成交量和前几个交易日相比 是有所下降的 和最近的几个周一相比 也属于这种成交较少的一天 今天的市场在整个的交易过程中 还是缺乏一些交易动能的 今天咱们来首先看一下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在整个市场的宏观经济层面 包括宏观紧缩 对于咱们整个市场来讲 标普到底如何去走 咱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的 标普当时说的交易区间 那么现在根据当前已经披露的 四季度财报 还有之前的前瞻的经济预期 和一些数据等等 那么现在标普500 还能不能够去维持在这个区间呢 谈谈我的一个看法 好 首先还是和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些 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在最近的美国银行的预测 关于加息上的 美国银行的最新预测说 2022年会加息7次 每次加25个基点 然后到了2023年还会加息4次 它这个预测呢 已经是超过了市场大多数分析预期的 2022年加息5次的预期 如果按照美国银行的预测 那么两年会加息11次 这是一个非常大手笔的 非常激进的一个加息节奏 咱们看一看市场是不是最终 跟着现在的目前的一些经济数据 包括通胀的不断攀升 最终会推动美联储 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 当然一家银行的预测 我们只是拿出来作为一个观测的指标 但是也反映了市场的一个 整体的目前的一个加息的动向 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缩表的规模 那么从2022年的5月到2023年的5月 这一年的时间里边 预计全球的四大主要央行 美联储 欧洲央行 英国央行还有日本央行 总共在资产负债表上会缩减 差不多是2万亿美金 这个缩减幅度是2018年到2019年 这两年里边 这个12月里边 就是最大降幅的四倍 当时曾经也做过同样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预计 一年时间里边要做的动作 非常的大 这个也是非常激进的 当然这都是基于当前数据的一个预期 那么在1月马上周四要披露的这个CPI的数据 市场是怎么去预期的呢 那么根据目前美国劳工部 周四公布的1月CPI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市场的经济学家们预计会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速达到7.3% 咱们知道在去年在12月份的时候那个CPI是7% 已经是创下了一个记录 看起来在1月份的CPI 依旧是保持一个大涨的节奏 如果真的是最终出来是7.3的CPI 那么这将是1982年2月以来的最快增幅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 物价包括通胀这边没有降 如果真的是大涨 那么美联储在加息的节奏上 或许会真的朝着美国银行的预期去靠拢 对于市场整体上来讲 只要宏观经济上比较紧缩 其实对于我们说投资股市 股市是什么 股市是风险资产 都对这些风险资产是不利的 只要是一个紧缩的环境 它会降低大家的风险偏好 所以股市我们现在只能从基本面上去寻求一个突破口 什么是基本面呢 就是基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业绩 还有他们披露的财报 试图去找到一些 咱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或者说看看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还是正常来发展 有没有受到架息预期的这种 提前的一个这种激进的这种打压 那么截止到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个数据 就是这一次四季度的财报披露 截止到今天大概有56%的标普的成分股 已经是公布了这个季度的收益 其中有77%的收益 就是EPS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就是比市场预期的要好一些 没有那么悲观 76%的营收是超出预期的 仅从这两个数据来看 目前披露的56%的公司 很明显 这个成绩在四季度 还是表现的相当不错的 那么咱们也知道 在很多的财报披露的时候 在下一个马上到来的 这个一季度的财报里边 都是预期有一个萎缩 或者说增速减缓的迹象 所以这个一季度的财报 有可能是市场的一个转折点 或者说市场的价格走势 如果我们说市场还要跌 那么有可能在一季度财报前 它有可能会去跌出来 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但这个只是我一个推测 因为毕竟现在按照增速预期来看 一季度并不是那么的乐观 二季度可能会转好 三季度四季度就是越来越好 所以大概就是前半年 市场整体受压制的可能性和概率较大 后半年市场走到正轨 整个是积极向上的 这种概率更高 好 那么从现在来看 咱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曾经对标普做过一个预测 就是对于标普在紧缩之后 和货币正常化之后 包括没有太多高估的成分 或者说计算一些高估 它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上下的一个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 当时我给过一个点位 那么截止到现在 那么这个点位 2022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 标普的目标 我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好 从现在的基本面上看 当前在2022年12月标普指数的范围 我认为依旧会在4,350到5,190 这是一个合理的公允的范围 5,190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如果美联储加息 没有那么的激进 相对就是比较的松坏一点的话 那么可能能往上靠近5,190 就会更多一些 后面括号里面 所以那个5,230指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有部分的机构 他们更加的乐观 然后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个业绩 比方说超估的成分 然后他们认为业绩会更好 所以给了一个5,230 但是我自己计算出来大概就是5,190 大概是这个是一个合理的 第一的这个4,350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联储按照现在加息的节奏 加个4次5次 那么市场也按照目前的一个前瞻的这种数据 标普500的指数 他们的公司业绩按照正常的数据去走 没有大幅偏差的情况下 那么标普在2022年年底 不应该低于4,350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大概的一个范围 也就意味着 如果市场标普有低于4,350点的机会 那么对我来讲 那肯定就是一些比较好的 我应该去布局的一些空间和机会了 但现在是4,483点 其实离4,350 就是在这个附近晃悠 并不是特别远 4,350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市场达到的这个位置 达到的这个位置 好 这个就是我对于整体目前大盘 是不是能够去对抗宏观紧缩上的一些看法 目前我并不是那么的悲观 好 另外我们看一下 说一下今天的个股 那么今天在个股层面上 其实表现最差的 就是这个Facebook 今天Facebook是再次大跌了5.14% 这个跌幅又是相当的惊人 它是今天整个走势里边 几个大头里边走势最差的 其实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 当时在2月3号周四的时候标普 Facebook当天一天大跌26% 当天这个跌幅 大家其实如果看一个历史数据会发现 它是历史上就是公司市值损失最大的一天 2510亿的一个损失 这是出现在2月3号就是Facebook 一天损失2510亿 其他的在历史上排行较前的单日损失较大的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都是100多亿的这种 就是这个稍微1000也是1000多亿 1820亿 你看苹果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 曾经9月份的时候曾经出现过 然后还有这个3月16号 3月16号的苹果微软 苹果特斯拉 Amazon 然后Facebook等等 历史上的Facebook曾经有两次 在这个单日的跌幅的排行榜上 就是市值排行损失榜上 上过两次榜 但是上榜次数最多的是苹果 说明苹果在历史上的这个单日波动 它其实要比Facebook还要大一些 另外剩下的就是 排行同样在第二的就是这个微软 出现过两次 然后Amazon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是损失非常大的一个单日的情况 也拿出来一个数据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那么说到这个Facebook 就要说到我对于它的处理问题了 Facebook是我在周末的时候 又对它进行了一些技术面的研究 和对于基本面的考察之后 我把这个单子之前不是还有一个1%吗 这个地方 然后去做了一个 这个车单 然后今天相当于是没有买这个单子 然后全部加到了下方 之前是下方挂5% 现在把它挂到6% 全部挂到强制增区域 180到204 就是做好允许它继续 整体市场大盘继续下挫以后 再继续下跌10%到20%的一个准备 所以就是集中火力办这个大事 然后就不准备中间太过于分散了 因为整体的市场情绪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好 特别是大科技财报出来之后 整体从前瞻预期上来看 还是缺乏一些想象力的 所以我还是做一些保守的处理 再加上现在的仓位本身也是半仓 所以不想过于密集的去做加仓 那么现在把它全部放到180到204 这个地方找机会去做 没有具体的把它给单子挂好 等到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根据市场的见底的情况 和止跌形态再去买入 但是预计是在这个地方 会把它加到一个比较大的仓位 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 让Facebook的前瞻适应率已经是低于标普的 就是它是低于标普的 所以理论上如果标普 假设年底还能涨 我们年底说还能涨一涨 那么Facebook在里边也会跟着 就算它是个拖油瓶 对吧 就是它就算它拖着后腿 它也会被标普会被指数 拖着往上走一走 所以这是我基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判断 它现在的票面价值 是比金币前瞻的适应率的标普要低了 已经是要低了 所以算是便宜 但便宜是不是一定要买呢 也不一定 便宜你还要看它的业绩 业绩咱们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 目前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增速的情况是比较糟糕的 所以依旧在低于的位置 低于估值的位置 或者说认为有空间可以到的位置再去做 否则其他的就不要做了 好吗 好 这个是对于Facebook 另外还有几个 我也一块跟大家来讲一下 包括还有我们看到的这几个 有几个这个车单的 还有这个默克 默克的这个地方 75到79 我也是车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23年的财 财年的预期的数据出来之后 我发现23年它有可能会出现衰退 咱们22年现在 当然77块钱和22年的估值比起来是一个低位 但是由于我仓位已经不少了 所以还是不打算密集的加仓 并且把持仓的风险稍微降低一些 只在下方70到74去挂2% 这个点位提高了一块钱 70到74去找一个2% 然后只分配给它2%的一个仓位 并不多去加仓 APT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也做了一些撤单和改单的位置 其他的在持仓方面的一些变化 可能要减仓的 比方说这个MA MA的减仓的情况 我是想预计还是要它能不能再继续的破一下400 接近估值上线2022年的估值上线 432附近的时候 还有没有减仓机会 因为今天其实也是一个缩量 这过去两天里边 周五是一个小方量 今天是一个缩量 缩量今天回踩的位置就是370到375前期的一个突破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中性的走势 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它是不是一口气就要去跌穿 继续往下走 下方是一个强支撑 所以暂时我不想动 我想让它看看 还有没有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 因为整体的大的趋势结构上 它依旧是上涨回踩上涨回踩上涨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没有破 所以我还拿一拿 但是它减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具体点我也没挂 根据市场盘中的走势我再去做 但大概就是越高越好吧 400 432这个附近 越高越好的位置去减 好其他的该加的一些位置 上个星期讲过了就没有变化 然后有一些已经没有到位置的 还差的挺远的 我就不重复再说了 如果快到位置的情况下再做一个提醒 好另外今天我们再讲几支财报 快速的和大家过一下 这几家公司可能有的朋友关注的多 因为行业都是属于 并不是属于大热的股票 但股票还都是标普的 这个比较不错的 首先看一下MGM MGM的财报 整个四季度营收68.5亿 低于市场普遍预计的68.8亿 同比增长3% 非GAP准则下 整个的Q4营业利润率是29.97 同比增长10% 净利润是24.61亿 同比增长22% 摊报后的每股收益是4.36 超过市场预计的4.12 上年同期是3.46美金 整体上22财年的估值大概就是200到272的位置 中位数大概是236 也是比较符合目前的一个中位数水平的 差的不是特别多 所以大家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然后结合着下方的这些支撑区域 再去寻找你的空间 只能这么去看 现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机会 因为它也没有跌多少 说实话财报也没怎么动 好来看一下另外一个TSN Tyson食品 这家公司今天涨得很好 盘中涨了12.23% 财报披露之后 是一个大幅超出预期的表现 整个的一季度的每股收益是2.87 比上年同期增长48% 高于市场预期的1.9 整个QE的销售额是129.33亿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是11.21亿 上年同期只有4.67亿 所以它利润增长得非常快 同比增长了140% 超出市场预期的121亿 如果按照业务种类去划分 那么牛肉业务是同比增长25% 猪肉业务同比增长13% 鸡肉同比增长37% 预制食品业务同比增长10% 说到泰森食品公司 就不得不说一下关于通胀的问题 其实他们的利润的大幅提升 是进一步完全是来自于 他们的价格的大涨 整个财报里面我们看到 一季度牛肉价格 它就涨了32% 你想想牛肉光这一项 涨价32% 鸡肉涨价20% 猪肉价格涨13% 它的利润率更是特别惊人 营业利润率一年前只有6.7% 居然在一季度跑到了11.3% 利润率基本上翻倍了 所以它的整个的净利润 EPS这边也渐进翻倍 大家看到了没有 非常的厉害 之前的时候我还记得政府还说 说肉类什么食品涨价 是食品加工商贪得无业 对吧 太过于攫取利润了 所以还准备是搞一些措施 去限制肉类企业 希望降低他们的企业集中度 能够让他们的定价权 溢价权能低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 事与愿违对吧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涨价 你说像食品这种必需品 你想维持价格稳定 你是更加不可能 你要说他们贪得无业 你不如从源头上找找原因 源头是哪呢 你要想想 你可以问一问美联储 对不对 美联储在疫情前 是3.8万亿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现在是多少 你看看这个表上 8.8万亿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它涨了百分之百都不止 牛肉价格才涨了32% 还没有跑过这个印钞速度 你说到底是企业太贪心了 还是美联储的手太松了 所以咱们到底是有机 先有机先有弹 还是先有弹再有机的问题 这是一刻没有办法去搞清楚的问题 但我们只知道美联储这边 他们对于这次通胀肯定是功不可没 尽管供应链是个很大的问题 但他们在其中 这个印钞速度推波助澜 这个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这种 说辞去辩解的 好整个泰森的业绩前瞻上是2022年 销售是490亿到510亿的这么一个销售 是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 所以价格一口气涨到12.23 它的中位价格2022年的年底应该是92块钱 高位是120块钱 但是我们谈到了它的利润率刚才变化非常的大 所以股价可波动的范围是非常宽的 大家自己根据你的情况 根据市场的走势来去持有它 但是至少持有它 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想法 因为现在有定价权的企业确实厉害 好然后最后简单看一下HAS 孩子宝这边的情况就表现的也是比较平平了 孩子宝的整体的今天的业绩出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 整个的四季度调整后的每股收益1.21 低于一年前的1.27 这是一个同比衰退 但是仍旧超出了市场预期 那么整个的调整后 这个一年前是1.27 但是市场分析只有0.88 所以它是同比衰退 但是高于市场分期预期的衰退的没那么厉害 收入增长16.8% 到了20.1 超过了市场预期的18.7 从前瞻上来看 整个2022年公司预计 将以较低的个位数增长 这句话非常关键 大家看前瞻的时候 一定要看他们的增长预期的数值 个位数增长 低个位数增长 那就意味着想象力不大 低个位数那你想想有没有多少 预计的营收是64.2亿 但市场预期是66.7亿 前瞻全年营收是不及预期的 所以这点大家要清楚 整体上它可能相应空间也不是那么大 除非有很好的价值区间 低于价值水平的很好的东西给你去减 你才说减一减还行 不然的话确实就一般 或者你就从股息角度考虑也行 它的股息从68美分提高到了70美分 从提升的比率上也不小 但绝对票面上来想是不太高的 好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几支个股 包括对于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分析和思考 我们其实本周最重要的还是要看CPI 然后看一看美国政府这边 关于预算划完之后 新的投票过不过 能不能延长 还是说面临着支出要关门的问题 但我想应该不太会吧 现在情况这么紧急 对吧 刚刚圣诞节什么的价的节都放完了 他们应该也不会说闲着不聊 故意制造这种情绪出来 所以大家最近还是要看CPI的数据 希望CPI的数据如果回落 对于市场肯定是个利好 如果真的又超过7.3%了 那也对市场来讲又是闷头一棒 大家反正要做好准备 市场可以跌依旧可以下跌 在哪里 在这里3900亿到4000点 上涨看哪里 4590到4600 突破看上涨 不突破看震荡 然后破了这个低点4222 看下方的3910到4000 就这三个位置 1 2和上方的3 这是我们要看的三段 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